難道不能對員工好一點 再加持員工多一些嗎 長榮航空老子爭議 從2017年開始協商 如今三次協調都破局 工會將於5月13號至6月6號 分別在台北、桃園、高雄 舉辦罷工投票 公司面對這樣的局面 採取三招反擊 長榮航空表示 罷工第一天 算起三年 暫時停止所有員工及眷屬申請 本公司員工郵帶機票 和連航郵會機票 來降低郵帶機票所發生的成本 但罷工期間同仁一般表出勤者 與配合公司調整頒表者 不受此限 對此空服員工會表示 這樣的做法簡直威權專制 也就是說你只要聽話的我就給 你不聽話的我就不給 那反反复复 讓員工非常的無所适從 工會強調這樣的做法 已經違反工會法第35條 勞動部2017年就已經判定 華航停止員工郵帶票的行為 已構成不當勞動 那如果這些人回去就會被取消 員工郵帶票 那這個呢其實也已經嚴重的 違反了工會法的第35條 那華航更有潛力 那我們非常遺憾看到長榮航空 正在循華航違法的潛力 長榮已暫停年終獎金發放 年度調薪以及停止郵帶票 作為反制罷工的行為 一定激起空服員工會大大不滿 外界推估罷工時間點 很有可能就在端午節連假 說要衝擊的還是無故遭殃的打擊旅客 記者王一朝謝雲珍台北採訪報導